欢迎收看实在好功夫 我是韦婷 在台南有一间人气锅贴 但老板原来是半路出家的 原本做的是眼镜电镀业 但随着产业外移 他在40岁中年转业了 坚持要做出最好吃的锅贴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 特别选用的是猪后腿肉 肥瘦比例2比8 新鲜的洋葱跟高丽菜 则是甜味的来源 而锅贴最重要的锅贴皮 竟然也坚持要自己做 就是靠着这些精湛的料理方式 成为了台南锅贴王 而且你好 需要什么 你要20个锅贴一个酸辣汤就好了吗 许孝华的大肩台 热力不断从缝隙中蒸腾而出 像是迫不及待像过往的车流 糟糕自家的锅贴 是补承了人气小吃后期之秀 掀开锅盖的当下 总是最漂亮的吸睛时刻 一个个锅贴带着金黄的 微微焦脆口感 外形进步完美 贴近粉丝的舌尖小望 水太多它会烂 水又不能太少 水太少又会没有熟 对 所以要会抓那个水的量 要煎 它的底部会酥 底部要够焦 太白了它会软软的不好吃 煎锅贴 许孝华讲求表里一致 外皮脉相和口感要好 内涵也不能马虎 温体猪后腿绞肉 龙鲜合肚 不油不柴 内外兼具 对接一百多公尺外 就有连锁第一品牌竞争抢客 它老神在在 不怕生意被瓜分 比较饱满 对 比较有重量的 吃起来会饱 产品品质一点也不输人 许孝华的让利措施 让客人吃咖 吃饭 用满足策略 在对手虎视之下 维持领先优势 能成为和知名品牌 抗衡的在地小吃抵头蛇 皮薄馅多 然后吃起来的时候 就是都会有汤汁流下来 而且它那个肉的味道 非常的香 对啊 有些那种尖角吃起来 那个肉味不是会臭臭的吗 对啊 他们家完全不会 八颗就非常饱了 鲍鱼是锅贴内馅的天然甜度来源 许家的赚钱心法来源 则是许爸爸许中山 锅贴一做二十年 是在地知名的面点达人 肉你差不多三十斤 还有菜差不多要四十斤 我们都是用一般很自然的东西 比你做得好的话 东西做着就好吃了 菜肉比例维持口感的平衡 许中山对食材的调配 有自己摸索出的完美坚持 而他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靠的也是不能放松的责任毅力 三十八岁之前 是眼镜店度业的老板师傅 手下代工过不少欧美品牌的产品 无奈二十年前 台湾的眼镜业搭上西镜列车 整个产业链跟着外移 原本前景耀眼的镜片业 只剩下黄昏余晖 接单量急动加上价格雪崩 接近不惑之年 生活遇上大困惑 但一家六口两大四小实质好凡 让许中山没时间慢慢解惑 还没找到答案 就得要起身为生活找出路 没有相关经验的他 决定投入门槛较低的餐饮业 跟朋友请教做法之后 就大胆开店 主攻脚肋锅贴 最大的好像是狗小一二年级 我都在开店 跟三四的小孩都在看我做 不然做不可以 要养家后口 遇到了就要做 压力有时是最好的催化剂 为了养家活口 许中山边做边学到处试吃 二十年下来 在戏饼家占了一席之地 饧大概二十分钟 然后下去做它会比较顺 它有一个韧性 韧度 如果你刚做完下去做的话 它会比较没有那个冷度 每天上午十点半营业 九点开始许孝华的工作马达 已经开始高速运转 一个半小时得要备好至少三千个锅贴 送进冷藏 供应一天的需求量 即便与时俱进采用半自动画生产 也得要有四五个人手才能维持运转 有的比较肉比较不够 所以就会打掉很多 我们还是会量秤 秤那个它的重量 它会塞车 所以有时候来不及会 就机器停下来 锅田面皮不必发酵 无需捏折 包法相较饺子包子简单许多 利用机器对折 再加上手工整形 许中山说跟手工捏制相差无几 反倒是购买机器 将近五十万的投资 不是一般个体户店家 愿意负担的开销 但他认为工欲善其事 先利其器 品质能够一致 不会因为不同人的心情力道 而有所差异 我们做牌的东西 就是汤的便品 也是Q度都有 有机器代劳 能够做到薄利多销 许家的锅贴口碑 会有名声 还登上了高铁杂志的 台南美食介绍 用频繁的品项 做到了不简单的名声肯定 我也不知道干嘛 就是也没有守目标 就算说就回来做看看 自己家的工作 所以就多努力一点这样 二十八岁的许孝华 忙进忙出带领员工游任有余 不过六七年前大学毕业时 对主修的空间设计没什么兴趣 自认没有天分 很难在相关领域生存 又没有其他专长 唯一擅长的就是念书时 帮忙家里的事业 累积的锅贴制作经验 仔细分析自己的强项短处之后 许孝华在从父亲身上看到 勤奋行动的启发 认奋地回家要接下父亲的棒子 刻骨耐好 就是勤劳在做自己 他喜欢的人就这样 就是想说就是 自己要接着工作 自己要多努力一点 坚持住 要那个毅力 毅力坚持 这是许家父子两代郭天理 最重要的内馅养分 就算没有经验或天分 找对方向 手脚并用 努力开展前进的步伐 如同经过温度煎煮 鲜美的一口酥脆焦香 终会有值得的回味 皮会做我们 有心要做的其实 皮都会做我们 接下来 这个苗栗南庄的扫面摊 则是靠着油葱酥这一位 就有卖了超过50年 而第二代老板 还把这一碗面 取名叫做了茴香面 因为当初就是这个面摊 让他找回了 曾经年少轻狂的儿子 而这一碗茴香面 又再称为叫做勾勾面 因为这里头有很特别的一种 用肉跟鱼打成浆做成的羹 很多人都是被 这个美味给吸引的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一起看看 对 一天要炒一锅 为什么一定要炒这个炒 他没有卖面 这是卖面的算是主要的啦 从外蚯蚓浓 来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汤 再暖心不过 让我想到我妈妈那个时候 她的汤头真的是 我从她妈妈吃到现在 吃到星坎里的味道 就是黄妈妈总会在料理里 加上一勺炸得脆口的油葱酥 我都给你油葱酥 我到客家的时候我就想吃这个 我就平常说哪一家做的好不好吃 先给他评估一下 好不好吃下次就 不好吃下次不用来 笑得合不拢嘴 这胃肯定有达到标准 清晨六点营业 市场里的面摊 是许多南庄当地人的早餐 不用等到中午 一大早就有熟面孔 登山客报到 要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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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来一分吧 一吃到二十分吧 可以吗 可以吗 等再久客人都愿意 一锅子的勾勾汤一下就见底 各式国民小菜跟着切个不停 你做单切下去就给我了 好 OK 油汤生意忙又累 请不到员工 年轻的黄子明只好一人分饰好几角 勿求最短时间将舌尖美味送到嘴边 就是在市场里面吃面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庭 那种很温暖的感觉 都比妈妈煮得好吃吗 有啊 有啊 妈妈煮会煮 勾勾面是面摊招牌 已经在小山城飘香超过五十个年头 糖底勾芡 主角是肉羹 总是现煮现卖 黄妈妈瘦归瘦 可气力 速度比年轻人还要快 我习惯 做习惯了 勾勾 勾勾 那是客家话还是什么 鱼肉 猪肉 下去打的 它属于鱼比较多吧 肉比较少 也就是叫肉羹 笋丝 红萝卜 木耳 有些客人想说 为什么你讲肉羹都没有看到 拌一块点肉 也曾被骂过呢 会啊 可是它的肉是夹在里面搅拌的这样子 一度受到委屈的面 客人越吃越习惯 慢慢的骂声变成了 稀稀素素的吃面声 勾上芡粉 台语念勾勾 才出现勾勾面 这有趣称号 不过到了黄妈这一带 发现这一碗面 很是让油脂烧脑 所以又把它取名 茴香面 很多从这边吃一碗面上来的人 他们回来就想说 回来南庄没吃一碗面 好像不像回南庄的样子 所以好像 想吃一碗扶桑味的味道 勾勾面也好 浮云游子的茴香面也罢 都是婆婆英姐 当年为了养家 才开始在路边做起生意 因为婆婆那时候 一个老人家要养四个小孩子 单亲嘛 后来妈妈就想说 来卖个面 她自己去弄 怎么做勾勾比较好吃 是婆婆她自己想说 要怎么去养活一个家庭这样子 所以她才出来卖面这样子 那时候一碗面 从三块钱卖到现在 入冬 山里寒气逼人 喝碗羹汤 身子马上暖和 客家饭桌上的家常味 受到热烈回响 生意强强棍 一张桌变成好几张 婆婆手把手的 把厨艺传给媳妇 黄妈妈不敢懈怠 每天天还没亮 就起炉火 炸猪油 做起客家魂 油葱酥 这锅油很重要吗 很重要 很银子 银子 银子没有给它炸香 那一碗面觉得好像 那一碗面没有香味 对 你们家哪些料理需要加这些啊 炒面 还有 郭郭面就是肉羹面 汤面 干面 都需要吃一样 油葱酥 二十斤猪油 十五斤红葱头 大火煸出天然的台湾味 徐徐清风总把它带着跑 是领着面摊走过半世纪的大工程 专门来卖这个 像网路上不是卖东西吗 对 还有我的辣椒 所以准备靠这两位来赚钱 本来是想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改天行销了 看要怎么去慢慢发展 叔是要靠油葱酥和辣椒来赚钱 但其实舍不得停掉这摊子 因为儿子放大了好几年 这两年好不容易想通了 专心待在店里 前面是念餐饮的 他怎么念没有毕业啊 不乖 很不乖 太晚了 都不回家 对 然后又变得很爱喝酒 现在比较有责任 比较有 对 要有责任 因为家人有跟我讲说 如果我不做这个的话 这间店就没有了 所以你才认真地思考了 对 就爸爸也常常讲说 坐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 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 你做米饭 都给你玩 怕他开的 有啦 前几年有想 可是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 念下去那么老了 再几年就要接棒了 和酒肉朋友说拜拜 工作不再绕跑 生活变得规律 清晨六点 黄子明就来市场报到 一做定 就把一天的馄饨量给包好 不多做放冷冬 因为他跟妈妈一样 讲究食的鲜度 以前料都是妈妈在挑 后面换我再挑这样子 混沌座 其实喜欢吃汤的 对 因为喝 我比较喜欢喝汤 比较喜欢我们家里的汤跟桃 这样子 因为从早煮到晚 有很多大骨肉 你的生意比较好 还是他的生意比较好 要怎么讲 因为以前比较都是做煤矿的 现在都外客比较多 所以我现在的生意还不错 因为有认真在做 客人满座 给了认真最好的肯定 忙虽忙 嘴上说得累 其实心里很欣慰 儿子想通 成了最得力助手 婆婆的手艺 不担心失传 这碗勾勾面 把油籽勾回香 也让自个儿孩子迷途知返 在高雄市场呢 有一摊寿司摊 花花绿绿的寿司 让顾客看了真的是心花怒放 不过要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面 摆出丰盛的宴行 老板得兼顾的是鲜度跟速度 每天必须要提早 先把这个寿司米饭都做好 然后挑选各式新鲜的食材 排列出了五颜六色 再靠着便宜的价格 打响了市场寿司摊的名号 每天都可以挑给选择 上面在我标记 这个是一个黄昏市场 所以大部分都是下午的时间 下班 我妈妈才过来这样 来的人就是来买 黄昏市场买熟食的 会比较多一点 午后台中的青光市场 虽是近黄昏 却是要着钻石光芒 各摊商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要上演一场金融大战 来 大家的你好 都可以挑 刚做起来的寿司喔 来到大头的寿司摊 不只智商鲜鱼吸巾 还有包裹内线的彩色小球 章鱼 螺肉 梵利贝 甚至是无鱼籽 都可以做成握寿司 这乌鱼籽吗 对 我们乌鱼籽 真的真的 乌鱼籽并不便宜 而且我们用的这个品质 都特别好 一定要做得很漂亮 又要好吃 绝对不能是虚有其表 琳琅满目 五花八门 但就像大头说的 真材实料才敢上架 也正是他的市场吸睛大法 你跑太快了啦 他好丰盛喔 要几个人吃了 几个人要十几个人 要特别来这边选喔 对 为什么来这边选 这辈子比较新鲜 比较新鲜 对 好吃 我常买 先做的 谢谢 摆满大圆盘的寿司 是一家团圆的庆祝菜色 美味当前 还有妈妈把全家拎来摊钱 各雕各的填包五丈庙 他们的食材实在是真的很丰盛 然后要多 然后价钱又实在 对啊 从他们早期就是一个五块十块 这样子开始吃到现在 真的是 毕竟他们的花样真的很多 就是你光看了 你就会想要吃 对不对 色香味气也很好吃啊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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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场随时备战 米饭一抓 几分钟后 又是个让人惊艳的产品 到了假日 更是盛况空前 可以说是台中 人气最光的市场寿司摊 加油 大宗小河 好 好 到了假日这个点 可能又要 不是算金的 算几代了 对 算几代了 假日啊 要做好动作又要快 对 好快喔 真的说很有压力啊 还好啦 习惯了 好 前台没有 这边立刻要跑上去 前面没有就赶快跑上去 好痛喔 对 收出去 还没拍好 对 或者就加装 好 收拾 人潮川流不息 要让婆妈走过路过不错过 就得有两把刷子 在黄昏市场经营快二十年 大头的经营策略 既要物美又要价廉 一开始我们是十块 但是真的是我们物价已经都涨 两倍三倍以上了 像鲑鱼啊 鲑鱼卵啊 因为我们长就是长一点点 长一点点这样子 因为毕竟在菜市场里面 婆婆妈妈在买 幅度绝对不能大 太大的话人家就觉得 怎么长那么多 靠量啊 就是能过就过这样子 是还好还可以啦 不是说我们就批一个成品来 然后就卖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比人家早 比人家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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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是黄昏市场生意 可早上九点就得来摊上忙 虽是白天 但黑牙牙一片 七八双手已经忙碌起来 蔬菜卷 细条 花寿司 还有各式鱼料都得修整 很多人就是我不带回家吃 那我想在现场尝鲜 对 一定要有本事 让客人吃的时候好吃 大头有台菜底子 21岁就成为果雕讲师 不喜欢炒菜油烟 才会转而学习日本料理 但开店成本昂贵 才会在二十年前前进市场 在婆妈面前展现手艺 一开始我们没有生意 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种花色 不然人家也做收拾 我们也做收拾 我们凭什么去吸引客人过来 我们是新摊那时候 17年前 刚开始在早市做 但做好的寿司根本没人捧场 扣掉成本 一天进账 连买个便当都得斤斤计较 小孩子生下来收我们那个奶粉 我好羡慕我朋友 他们都是买整箱的都有玩具 送玩具 我们家都只能买一瓶 而且见底了才可以再去买 所以永远得不到那个正品 对 永远得不到 正品都是剪人家不要的 对 小朋友要拿人家不要的 可努力却赚不到钱 发现是卖错了时段 才在早市残蛋经营了三年后 挺进黄昏市场 下班嘛 下班就买就买给孩子吃了 菜市场就是婆婆妈妈做 或许是裹雕经验 让他也把寿司做得美轮美奂 甚至还像个艺术品 深庵食材特性 光是花寿司 就变出十几种口味和花样 日本有里面做图案的 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种不一样的东西 自己去想啊 懂得原理懂得那个怎么组成啊 日本都没有 对啊 日本怎么有这种东西 有没有日本客来看到 有啊 就是驻台湾的日本人啊 大部分都驻台湾的日本人 他会来我们这边吃生鱼片 特别兴奋还怎么样 惊奇这样 但有不知情的顾客 以为这些食物都是批来的 让夫妻俩哭笑不得 只好行动正名 带头往前冲 继续把最好的 展现在顾客面前 店里的员工 味觉被要求 视觉也被训练 这算是创意的啦 也就是大约的形状是这样 那你可能你的那个 可以自己再去想 想出一些创意 然后摆这个的话 我就是颜色要出来 对啊 就不要说每一颗都一样的这样 寿司的灵魂 用的是花冬寿司米 夹进梅子厕 比一般白厕 米粒变得更Q弹 就连肉松 都还是跟工厂客制化 虽然在菜市场 但是我们做的绝对比店面还讲究 一点 一线一面 不因市场贩售 品质就打折扣 最后夺达70种花色 把台面装点得好不热闹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创意 他把产品照放上部落格 屡屡成为网路首页 知名度打开 他在400个滩味里 成了人气王 他们真的是我们太平这边 算是生意最好的 平民美食 请你们记得一定是平民美食 而且现在不景气 他这样子来处理 我们都谢谢他 每次看到他 我们都觉得 口齿流香 然后一直流水 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 但一定是不断坚持才得到 最新盛时 加盟店多达12家 但一再被脱料 品质出问题 他壮事断碗 砍断加盟 只留下市场这一摊 料理人做生意 和生意人做料理 想法不一样 跟黄昏塞跑 但他的太阳 永远不落下 做起来的新鲜又好吃 日山拿一盘 在新竹的竹东市场 这边有一间很高人气的同班 小吃炒米苔木 它淋上的是烹香卤汁 而且还有油葱酥 韭菜一起在铁板上面 炒出了让人垂涎三尺的古早味 而现在接手的是年轻的一代 从事科技业的夫妻俩 竟然放下了高薪的工作 每天半夜就得起床 做手工的米苔木 再赶在清晨到市场开卖 我们一块来看看 这客家美食好功夫 快起来 妈妈也可以看啦 随便卖 清晨的主动市场 已经满是交易声响 这里是全台最大的客家市集 你不要爆焦了 放回去咯 爆焦了 那种米也爆焦了 聚集上千摊位 有的是外来摊商 有的是在地小农 席地而卖 各色各样食材 主动限定 要想找最传统的客家味 深入其中就有收获 因应早期买菜卖菜人潮 早餐生意 也做得强强滚 来 先生小姐你要什么 炒米苔木 现做现炒的 正传统的 韭菜被客家人大量使用 再拌入一早现做的米苔木 香菜 芹菜 油葱酥 最后淋上肉燥 一碗倒地的炒米苔木 光是用纹呢 就让人胃口大开 加肉甜辣酱啊 跟那个肉燥酱啊 什麼都加啦 這一次可以吃不只一碗啊 不只 從小就吃到大 尝尝 其實它這邊又有燙青菜 非常好吃 它青菜都是自己種的 對 很飽足耶 以前是吃當點心啊 我們如果是耕田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當點心 現在是正餐 炒米苔木 這次是煮小菜 煮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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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孟君傳承岳父首藝 在竹東市場賣米苔木 老灘已經賣相60年 客群包含在地客 更有跨縣市來尋寶的市場名 我們時常會來這裡買菜 有時間的話 我們就會來這裡吃 這個炒米苔木 上面有那個滷肉汁 很香 還有 油蔥酥 韭菜 對 很特別 我們鄉下 那男生出去割刀 那女生在家裡 就是做這些點心 米苔木 煎草 或是愛玉啊 這些東西 至於米苔木 這是王家每天半夜兩點的 起床號 高科技業要拼了梁綠 王孟君把他帶進工作室裡 全部已經上去以後 下鍋了以後 那我人就整個都是在這邊 可能這邊 你在這邊攝影的時候 那我又會擋到 你們要過來那邊 因為從這邊上 真的煮好 在冷卻的時候 速度很快 很快 完全沒辦法等 完全沒辦法等 等了這一鍋就爆廢掉了 沒辦法等 前膠帶碗叮嚀 就怕鏡頭沒到位 她做事事前做足準備 因為做米苔木 同一時間一個人 就要掌控三個製程 攪拌入料 高溫煮熟又立刻冷卻 機器一啟動就停不下來 王孟君專注地盯著每一個環節 控溫 控量 控時間 不到一分鐘 一團龜齊 就像變魔術 條條落下 用我們的在地叢林的那個 再來米所製成的唇米 我兩點就起來 我們做的客家米食 都是現做現賣 給客人一個這個 非常新鮮的一個食物 要賣多少就做多少 濕度 黏度 熟度 掌控不好 就做不出好吃的米苔木 約付大半輩子的經驗 花一年時間把它全部拿下來 也把生產變成半機器化 省了力 但該動手時還是得動 徹底冷卻 這米苔木的話 不然你沒有冷的話 它很容易壞掉 所以這個就是要吃 對 因為這個 我什麼防腐劑也都不加 我的理念是做我所有的東西 都吃很健康 前幾年 不管是醬油風暴 油彎風暴 那個澱粉風暴 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吃 做自己敢吃的 每天的第一鍋 就是自個兒的早餐 陳姓是她開店做生意的本錢 夫妻倆雖然離開專業 投入市集生活 但勞心勞動不再怕 堅持捍衛傳統米食 要在上前攤位的竹東市場裡 佔有一席之地 請問你好 你好 你好 歡迎收看實在好功夫 我是瑋婷 在金銅車站這邊 有一家懷舊的食堂 每到假日就行 好多人停下腳步 而過去在煤礦興盛的年代 老食堂其實是礦業公司的 員工府立社 人生鼎沸非常非常的熱鬧 但是後來大家知道 礦業蕭條了 所以老闆就把店租了下來 買排骨飯 希望能夠恢復其日的榮景 只可惜心願還沒有達成 老闆卻病倒了 而他的兒子 原本是在旅行社當 紅牌導遊 因為父親病危 讓他有了回鄉的想法 所以他把爸爸的排骨飯 升等為礦工便當 現在把這個礦工食堂 經營得有聲有色 來到這邊 遊客非常問了一句話是說 您這裡有什麼好玩的 那這裡好玩的 不曉得您能不能夠體會到說 原來我們這邊的礁山 如此的美麗 它絕對的種類已經佔了 全台灣發現種類的三分之二以上 甚至於說在我們這邊河流 你能夠知道它是什麼樣的河流嗎 我們這裡是基隆河的上游 如果要跟碧琳的平溪活動相比 金銅確實是一室獨立 週間不如假日 塞滿棒墊透氣的何家親子團 老街那一早唯一的飯箱吹煙 也只能等溫大維拉開店門 才行得見 礦工麵當的內容物 很多人說 以為我們現在看它很平常 但是有很多人問說 以前吃那麼好 排骨那麼大塊 還有一顆滷蛋 那他認為礦工是既黑既髒 又窮苦的一群人 但是殊不知礦工當時的收入 比國小老師的薪水收入 還高了兩到三倍 來 檯面上有粉紅色菜單號 八十年前小山村裡的礦工便當盒 菜色到底都裝些什麼 其實說不準也不太可考了 溫大維招牌下雖然主打礦工兩個字 復刻的卻是時代背景裡的那份四懷古早 撇除當年重油重鹹的味道 手露跟靈魂是真的老得沒話說 油炸前醃漬不僅沒嫩筋 天然的酵素它也不放 因為酵素的變因太多 你隨著時間越長它越分解 蛋白質被分解它 所以當你生意量沒有好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你多放了一個小時 多放了兩個小時 多放了一天 它的口感完全是會隨著時間改變 滋味啊 我覺得比較偏鹹一點 可能是因為那個時代 他們流汗流多 要吃比較重口味才吃得下吧 分量還滿大的 然後配色方面也還不錯 可是就是對我來講 可能分量有點大 餐飲業二代街手教導裡說 基礎江山都穩了 老店經營起來 該是要倒吃甘蔗的 不過實際上 卻不是這麼回事 文大威當了12年的旅行社導遊 在那個旅遊業繁盛的年代 看盡萬水千山 如果不是爸爸突然病危 當時他根本沒想過 要自動關進廚房裡來 其實一點銜接的空隙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附近人不舒服 然後家裡人帶他去看醫生 就掛急診 馬上就發病危通知 那時候我還人在高雄 我還在帶團 那以前你也不會想說 你要接手這家店 所以他在講 你就當作他在念 你就過了就算了不是嗎 從一個紅牌導遊吞成了 助手在老宅內的廚工 這段差距 溫大威不怕俗氣的怎麼形容 那就是月收入從12萬 變成3萬塊不到 口袋裡的零用金 從一疊一疊的千元鈔 降到了銅板跟百元鈔的組合 但爸爸病危後 卻讓他有了甘心放手 和接受的念頭 你當導遊 你每天都在外面 所以事實上 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完全不曉得 因為你一個月 可能只有住在家裡 兩到三個晚上 甚至最多四個晚上 那當然我父親在病他的時候 他希望說 我能夠回來接手這家店 讓這家店繼續營業下去 因為他在最早之前 就一直不算來講說 他開這家店是為了我 其實老屋內排骨 相營繞的歲月 並不算久遠 韓爸爸開店到現在 也未滿20年 溫大威年少時一家人 在台北開川菜餐廳 和金銅的緣分 則是在父親年邁以後 才因為老山城的幽靜 而開啟 沒想到飯菜一路燒著 路過也隨當年 景氣越然又旺 以前在天燈節 有金銅場的時候 在我父親的那個時間點上 是晚上都已經10點多 11點了 然後整條街塞滿滿的人 因為火車也擠不上 公車也擠不上 然後外面整條路塞車 當你鐵門已經放下來 三片只剩一片的時候 還一直不斷人擠進來 天燈節人生砸塌的那幾年 大概讓老一輩人家都恍然 重回過去了吧 那段全品洗採礦的集壽時期 小小的三個鄰里 當年可截了三萬多人 以著黑金生存 而老屋的廳堂宅院 其實也就是礦業公司的 員工福利社 後來礦產沒落了 潔淨人潮也指向 平溪時分鐵道的那一頭竄 景童於是沉寂下來 以年平均來講的話 我們是大小日差很大 在有活動的時候 我可以一天營業額八萬塊 在沒有活動的時候 我一天營業額只有一萬五 這是過年期間喔 那以倍數來講 天啊 那個五倍的差距 當游客一出站 不小心就忘穿了 史上最短的老街 流販唯美的礦工排骨 再甘魚也不過顧房自賞 溫大維當過導遊 做過木工廚匠 行行都曾做到有聲有色 偏偏拼 偏向創生就是美者 還好雨後陽光還新溢著 屬於記憶深處的 那些古早味和咖啡香 隨著主人的反骨韧性 也不甘輕易飄散 允許這寒暑更迭 人間冷暖 歡迎收看 實在好功夫 我是韋婷 主動積極呢 肯定是成功的要素之一 在高雄就有家港點很出名 因為市長一年半 竟然來了33次 裡頭的靈魂主廚叫做葉偉智 他京東豆漿燒餅 西式甜點 港式飲茶 江澤點心這麼多 他從國中開始 就已經立定志向了 並且主動積極朝志向來前進 所以他下課之後 就會到附近的豆漿燒餅店 來當學徒 然後在退伍之後 他又到了五星級飯店 來學做江浙點心 然後休假 竟然還到自動去廚房苦學 讓知名的港點大廚都很欣賞 不但親自傳送的技巧 還一路的提拔他 終於成功的實現了他 經營餐廳的夢想 一個禮拜來一次汁兩次 會刷取 觀眾應該排第一名 它裡面的汁非常的鮮甜 對 就很好吃 一個月至少來兩三次吧 每一次只要他來 他就一定把我叫去 介紹給外賓認識 能夠讓熟客走開 前高雄市長陳菊 把這裡當作 推薦高雄的美食窗口 曾經在一年半內 來了33次 葉未知的手底功夫 那真不只是兩把刷子 可以形容的 全台灣要找像他這樣 豆漿燒餅西式甜點 港式飲茶 江浙點心 都能夠精通的師傅 還真的不多 樣樣通 但樣樣不鬆 全靠吹毛球絲的 完美主義性格 所以會加入大量的肥肉 對 但這兩個價格加起來 都是會比較便宜一點 我們用這個五花肉呢 加兩塊最油 所以它的筋會 掉在螺旋上面 它的筋起來 吃就是整個這樣很滑順 自信不輸鼎鼎鼎大名的知名品牌 小籠包是葉未知的看家本領 五花肉口感滑順 天生麗質 品質最好 但不是多數店家的最優選擇 葉未知捨得下成本 正本清源 有好的開始 製程就得更講究 不瞎繳貨 才不會浪費了優質食材 自己做皮凍 捨棄比較油膩的豬皮 改用老母雞慢熬四小時 膠質豐富清爽不膩 組合起來就是撐起口碑的豐富內涵 它只有0.1公分 這裡會特別薄 就是因為要讓它收口的時候 那個蒂頭是很薄的 吃起來幾乎沒什麼感覺 而麵皮薄可透光 最外圍一圈 比薄還要更薄 則是夜市二十折的訣竅所在 會比頂太豐富再多兩者左右 因為你像這樣一張皮 你把蝦子加下去 口感就會比較Q 就會比較Q一點 好看 不要往下層 我還幫我學會 我沒有辦法讓我的食物 醜醜地出去 細皮嫩肉 造就完美的小籠包 葉未知如今是業界知名的 好手兼快手 但踏上餐飲這行業 最初只是簡單的逃逸路線 出身台南白河的農家 幫忙農事 是童年的無聊苦柴市 國醫生 國二時 愛吃的他 主動跑到豆漿店 拜託老闆收他當學徒 每天放學後 放下書包 打工到晚上八點 一路做到高職畢業 奠定料理的基礎概念 一直找事情做 然後要讓家人知道我在做這個 我沒辦法去做那個 讓他知道我 我的興趣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後來他們也沒責 退伍後離開台南故鄉 到桃園學西式點心兩年 接著在五星級飯店 學做港式點心 不必在田裡風吹日曬 可以做有興趣的工作 葉未知都把握機會 樂在其中 不想照著年資按部就班 他自創跳級方式 回家默默練功 休假時也自動到廚房報到 吃苦耐勞 心態做足 用吃虧來占便宜 我都跑去廁所 趕快擠下來 努力總能被看到 那時葉未知的蝦餅 怎麼包都不太OK 當時的飯店總主廚 也是全台港點薪水最高的師父 李一龍 觀察了半年 被小學徒的認真感動 把葉未知叫到面前 親自慢動作示範 讓葉未知皮膚灌頂 這個膠質一打出來之後 就會造成這個蝦子本身的Q彈 滑嫩鮮綿 到蝦腳皮 它會跟皮是整個附著在一起 就會比較好推 你會比較好摺 摺出來的摺數就會又綿又密又漂亮 高蝦腳 葉未知一樣 買在地養殖的大草蝦 由廚房師傅挑蝦腸 確保衛生無餘 肉質鮮度 味道超蝦 一般泡過藥水的冷凍進口貨比不上 配上15折的華麗裙擺 生意天天跟著蝦腳竹籠蒸蒸日上 這里沒有人三年五年 沒有人不會這樣 後來在韓畢樓點心部工作時 曾經拿下米其林瓶件 由飲食少林寺名聲的 香港立院餐廳的新加坡分店 來台灣尋覓會做豆漿燒餅 和港式點心的主廚 葉未知雀屏重選 成為立院集團的第一個台灣級主管 而登上國際舞台 宴席跟小吃還要一起做 那才嚇人 一次就是三千顆五千顆起跳 看到人家工作的那個速度跟那個量 那時候我是整個人嚇到 我告訴我自己我必須要跟得上 不然 因為台灣人嘛 台灣來的就是不服輸 聽到我們笑 大家都要看戲 你這個台灣來 我們就堪信 不服輸的個性 再度拿出當學徒時的偷學偷練技法 短時間內 原本的好手練成快手 又好又快的金手指 讓他大受讚賞 帶著不能丟臉的使命 即便拼到了左腳莫名疼痛 新加坡的醫生也診斷不出來 葉未知仍咬緊牙關 硬撐下去 我就覺得 我不能丟台灣人而已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台灣來的 索性後來回台灣推拿後 症狀不要而喻 但也加速了他的思想之情 新加坡工作幾年後 台北五星級飯店邀請他回台 擔任點心主廚 葉未知一邊在廚房精進廚藝 一邊攻讀高殘旅碩士 學成之後 廚藝和經營管理概念具備 終於完成每個師傅都有的創業夢想 道地的港點味道 價格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 不只本地客愛 日韓港客也趨之若霧 農家的逃兵自己開闢人生田野 葉未知靠著興趣衝勁 和不輸人的堅持毅力 在眾人舌尖上 種出一朵朵讓人驚奇滿足的怒房心花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職人精神 還有傳承與堅持而來的美食饗宴 我是韋婷 我們下次再會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